锦衣之下突然有一天,自己视为好朋友,好兄弟的路易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宫中,乐颠颠的齐王跑去问自己的父皇,还被驯骂了一通,说他不思进取,期待夸赞的齐王开始了努力学习。 齐王与轩衣兄妹在皇上的关怀下,日子虽说过得去,但也只是过得去,因着自己二皇子的身份,自然招来了大皇子一族的各种设计与陷害。 这年,十六岁的齐王,身形已然拔高,自身的努力以添分,学识与陆毅在众多的皇子中也算突出的,还被皇上特批来到了未接待邻国使臣的宴会中。 这也是他与路易再次相见,没想到近十七年之后,十五的陆毅与是一起玩耍的演员,截然不同的不只是身形,更是浑身的冷力,因为他已经是锦衣卫了。 宴会结束后,齐王学了个机会逮住了路易到自己的宫殿叙旧,时至寒冬之际,店内只有一个火炉子,每一会儿,二人却浑身跃渐地燥热。 身为锦衣卫的路易率先察觉到了一场,近些年的恋武,内力自是胜过于齐王的他,告知他店内有迷香,询问他宫内是否有安全之处。 依照齐王的口述,路易将一只开始消散的齐王送到了他妹妹轩衣公主的宫殿,整个宫殿空落落的,并不见伺候的宫女或是太监,反而是飘散着同样的迷香。 还有椅子上眼神魅力的轩衣公主,路易知晓这是后宫之人给他们兄妹设下的陷阱,身体一世开始燥热不已的路易只好用绳子将他们兄妹二人分别绑了起来。 敲昏过去,这是齐王昏过去之前的记忆,并不知道同样中了迷奥的路易划伤了自己,以痛感撑着一只,去找宫女背了冷水过来,才得以避开险些中的计谋。 在自己宫殿中醒过来的齐王,没有看到路易的身影,赶去妹妹轩衣那边,却得知她尚且婚迷且高烧不退,好几天的折腾后,才算安全下来。 齐王当然知道兄妹二人是被人设计了,看着年幼的妹妹,恨却无能为力,只能怪自己羽衣未封。 此时宫外的寺庙传来生母嫔妃因病离世的消息。 沉思一夜后,齐王带着妹妹宣意主动向皇上申请,说要去为自己母妃守孝三年,这三年是她给自己成长与历练的时间,三年后她一定不会再让别人如此设计与拿捏。 皇上却不知这些缘由,反而被他们兄妹的孝心感动,欣然应允。然而计划终归是赶不上变化。 原定的三年,不自觉就翻了个背,六年后,二十二岁的齐王带着妹妹再次回到了宫中,得知二十一岁的路易已经是仅仅未经历了。 齐王有着说不出的感觉,彼此都在成长,自然是好事,却也因这样的身份,反而不利于见面了。 合适的时机是很难等到的。 一年后,见面的时机还没等到,却等来了路易隔职抄家入狱的消息。 后面的事情,我想你也知道了,齐王为常常的故事画上句号。 再来的路上,路易只说自己小时候就与齐王相识,却未曾想会是这样一个过程。 今下不禁想起了之前公宴之时,那嚣张跋扈的轩逸公主对自己刁难,沉默了片刻, 才开口所以你们兄妹二人对于大人身边的女子都充满仇视是吗? 却等齐王开口,今下静止问道不对,轩逸爱慕大人我能理解,但是当年大人救了你们兄妹,你不敢怀疑心,为何还要针对大人? 救了他们,如果她的相救是险些让轩逸丢掉性命,倒也符合她仅一位冷力无情的做法。 原姑娘何出此言,我与言言相谈甚欢,你方才不是看到了吗?希望一脸看好戏的样子。 自打我跟大人进来,你浑身就透露出一种报复的讯息,你最好是没对大人做什么,不然我饶不了你。 今下说把便起身推门出去,这次齐王反倒是没有阻拦他,不慌不忙地跟在今下身后,刚出门就碰上了前来的高明。 公子,红豆姑娘说陆大人轻薄他,你放屁,今下一把推开高明,禁止往先前的包厢而去。 与其说齐王对于陆毅是狠,其实更多的是愿,愿他招呼都不打就抛弃了自己这个玩伴,愿他一声不吭就摇身成为了锦衣卫。 不知真相的齐王更是愿他当年冷血无情将兄妹二人抛下,在听到他跟今下的感情故事之后,齐王是羡慕,是嫉妒,所以才先生了要拆散他们的心思。 其实说白了,这一切无非都是源于齐王自身的偏执。跟在今下身后的齐王勾着嘴角,路易啊路易,我倒是看看你有多能耐,同为你找之人,你凭什么作用家人,抗力。